图160白天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那就是在它起飞时 从四台发动机的喷嘴处 冒出来的橙色烟雾了 俗称虎尾 非常特别 诶 可为什么它要排出橙色的废弃呢 原来它也很无奈啊 涉及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图160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在意的 最大最重的一架战机了 同时也是速度最快的轰炸机 最高可以飞出超过两马赫的速度 如此优异的成绩啊 它得要特别感谢这四台惊人的 NK32涡散发动机了 不过本质上呢 这个巨无霸也只是在前面几代引擎上 做了加法而已 比它们更粗 比它们更大 比它们更复杂 所以在带来好处的同时啊 伴随着的烦恼也来了 当风扇的直径越变越大的时候 它的夜间转速稍不留神 便超过音速产生激波了 这个咱们已经多次讲过了 带来的就是效率下降了 所以图160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 比如起飞的时候呢 是需要降低发动机的转速 来避免这种效率损失的 那如何才能降低转速呢 简单嘛 直接限制进入到燃烧室里面的燃料 就可以了 于是这就导致了燃烧不足 使多余出来的氧和燃料中的氮 是的 图160使用的T8B航空燃料 是一种含氮化合物 结合生成了氮氧化合物 它恰恰就是一种橙色的有毒气体了 在从喷口喷出后 跟空气中的水蒸气一混合呢 就能这么染上一大片了 比较心疼地面上的小伙伴 有没有啊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计 employ